- 歡迎光臨江湖 - 歡迎光臨江湖 - 歡迎光臨江湖 - 那今天看到我們在拘魂閣開場就知道我們要幹嘛了 - 我們要做我們完全體的江哥 - 那我們江哥目前拿到的話 - 一般來說都是一開始是天賦最低等的 - 就是我們一開始會有隱匿的效果 - 然後上次有解了嘛 - 就是我們升等我們的天賦任務 - 然後除了25%隱匿之外 - 下一次出手會增強到50% - 那今天就來完成我們最終級的 - 我們完全體的吸魯 - 就是我們的那個五絕其命的三重 - 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會隱匿之外 - 然後還會再免傷25% - 之後再會攻擊50%這樣子 - 那我們天賦任務第三級的話 - 總共要觸發的話 - 就是要等到有80%的好感度以上 - 然後還有天級殺手 - 然後在拘魂閣那邊隨便跑 - 然後就可以觸發這樣子 - 然後我們就完成一系列的任務之後 - 我們就可以把天賦升到最高 - 好 今天就來完成我們江哥的任務 - 就是要把我們江哥的天賦 - 這邊五絕奇妙把它弄成三階 - 好 那我們就在我們那個 - 居魂閣這邊到處跑 - 好 有了 - 我們觸發了 其實還蠻快的 - 順著這個 - 身影聲看過去有個滿身血腥的男人靠在牆邊 - 無力的垂頭 - 然後來 - 吸口涼氣 難道就是我們的江哥 - 不是 - 重傷的殺手 - 渾身是血 - 然後被咬 - 被斷了蛇根 - 碰殺身體娃娃大叫 - 然後厭氣又是一個 - 殺手果然 - 完成任務為主 - 本堂主有事找我 - 那有何事 - 趕緊過來 - 哎呀這麼大牌 - 來 詢問何事 - 最近殺手可還順利嗎 - 那 - 早就啦 - 順利就好 - 如果沒有一定時間內武 - 還會居論格效力 - 那 - 多半被虛擊 - 意外頻發 - 聽說殺手這一行 - 九死一生 - 要有天擊還是先冥死 - 那 - 這是什麼 - 二三三三天擊殺手 - 升階了臨界點 - 就可以上入冥堂 - 然後受動創 - 是為什麼呢 - 小心前回一命 - 傷了太重只活了半個時辰 - 哇 - 殺手真是非常的悲傷 - 非死即傷 - 雙木失明 - 舌頭被根 - 還有 - 直接消失 - 高於冥死的強度 - 喔唷 猛 - 那 - 我們只能講 - 逸程 - 記住他是閣主的義子 - 喔唷 - 果然是有後台的 - 有巴苦在管就是不一樣 - 他對此人甚為忌憚 - 強調他有與冥堂殺手 - 不相匹敵的實力 - 進階冥堂 - 冥死 - 殺手 - 給賢辦事天經地義 - 那到底有誰會去 - 講這個呢 - 其他拘魂閣的叛徒嗎 - 好 - 時間完成之後 - 我們找我們的公孫副閣主來回報一下 - 來 試探什麼 - 你覺得我在試探什麼 - 他目光先是警惕殺雞 - 再來是省事 - 像是看透了你的另外一個人 - 那人真是公孫雪柳雞蛋的人 - 而且是 - 整個拘魂閣都要對他敬而遠之的人 - 該不會是閣主啊 - 喔 有人假冒會說那個 - 來 說出結論 - 還不算笨 - 本堂主不得不試探 -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 明白嗎 - 因為你有可能不是你 - 是另外一個人 - 這樣多捨是不是 - 逸城有可能不是逸城 - 到底怎麼回事 - 擅長尾裝不管是誰 - 都會變成他 - 然後分身乏術 - 不可以運用成兩個人 - 說他要先制服你 - 不是殺你 - 而是試探逸城 - 喔 - 特殊的無感 - 哎呀 - 無短 工人之短 - 以及必殺 - 帶過逸城無力突出 - 還是比較清楚的 - 這小子一動手 - 本堂主就知道他不可能被冒蟲 - 哎呦 - 不錯 - 到底是誰 - 本來是不要知道的好 - 拘魂閣你當然說那個人是誰了 - 他是拘魂閣 - 當初最優秀的殺手之一 - 只因一念之差 - 從此跟拘魂閣勢不兩立 - 不是你能對付的人 - 別說是你 - 就算是十個億成都抵不過他 - 哎呀 - 當然是不屑一顧 - 從不成失守 - 十年來未長一敗 - 哇 - 獨孤求敗是不是 -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 留在拘魂閣 - 不得離開不忍出去 - 瓦卓幫右臂 - 來了 - 將逸城一共動兩次 - 以示威脅他 - 以示震住守衛 - 盡管守衛沒有看到他 - 不用在中逸城 - 逸城 - 本堂主看著你長大 - 你是閣主最欺重的義子 - 有些事情你還碰不得 - 說 - 她已經判出拘魂閣 - 哎呦 - 國中學的起來蠻漂亮的 - 有些事蠻整理 - 是為了保護你 - 跟你老媽講話一樣 - 倘若逸城真的想知道 - 罷了 - 你跟我們來吧 - 好 去看看 - 看看什麼東西 - 我們去 - 那個什麼 - 那個武器庫是不是 - 這個這個這個 - 武器庫 - 來 你們兩個被盯上了 - 殘陽 - 然後瑞麗的寶 - 喔 - 很帥耶 - 很熟悉 - 成年往事 - 帶這兩個人來擔心他們的安危 - 逸城放在眼裡 - 兩個人來跟保姆似的 - 真沒出息 - 什麼 - 散發出寒氣 - 逃出兵刃 - 我驗過了 - 這小子 - 是不是格主提起的那個 - 驗名身份 - 來 - 老狐狸 - 這樣他叫老狐狸是不是 - 守在門外瞞天過海 - 守在門外瞞天過海 - 無依信免 - 可以異動成任何人 - 所以才會對你沒有所警惕 - 如果你殺所辦 - 那會怎麼樣 - 抹殺 - 包含他自己 - 包含他自己 - 哎呦 - 你們劇婚格問題很多耶 - 一起抹殺 - 怎麼了 懵了嗎 - 這是最好的選擇 - 那天我們只說了一半 - 死去的殺手有一半是自己人殺的 - 哇靠 - 然後我們要跟誰聊天呢 - 公孫吧 - 了解情報 - 極度差異之下殺死對方 - 那天拘昏格來了不少人 - 損失了不少人 - 那天還是我負責 - 殺手平出 - 調查 - 狐狸將氣救濟 - 偽裝成殺手 - 然後折磨致死 - 哎呀 這麼變態 - 錯殺自己人 - 哇 你們拘昏格 - 真是人才耶 - 善於精通隱匿 - 然後武功又高強 - 哇靠你們真的是少了這個人才 - 來 我們殘養 - 多久沒幹這事了 - 人可以貌相 - 人不可以貌相 - 然後衣著可以模仿 - 這樣 - 秉姓 - 一個人從小的秉姓 - 三歲看到老 - 多少毛病 - 難以發現 - 好 松懈 - 是有差別 - 哇 好複雜喔天哪 - 來 - 活到現在是一城 - 人 - 你早就人頭落地了 - 不 錯了 - 是他不想殺我們 - 因為他也在試探 - 試探軍運格的生前 - 這老小子還是一樣的猥瑣啊 - 好 椅子不落 - 然後起霧了 - 看到了什麼 - 沒有 - 白霧裡面 - 看到了一個人影 - 他長什麼樣 - 哇 這是天眼通是不是 - 沒有 那就好 - 反之他看到人都死了 - 哇靠 - 這麼多年 - 我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 每次接任務都不一樣 - 哇 這是大蛇丸吧 - 大蛇丸才會幹這種事情 - 不錯 - 男人扮成女人 - 被影響沒料多了 - 身體不就淫落 - 有時候會扮成女人 - 啊 有他大蛇丸之前 - 也是扮成女人 - 殘養更熟悉 - 他到底是男人是女的 - 師父他 - 好啦 算啦 - 找你到底要幹嘛 - 至於你 - 身受閣主器重 - 告訴你也無妨 - 加上有些事情 - 也是剛剛易成知道了 - 虛弘格的核心秘心 - 那狐狸啊 - 到底有一縮 - 本堂主有 - 哇靠 - 哇 我就這樣走了 - 好啦 聽下去吧 - 來 我們看看這個 - 狐狸到底有多強 - 七月來個大雨 - 天被捅了一個窟窿 - 整整下了三個月 - 大雨連綿 - 割書葉出生在一個狹冷的採訪裡 - 被幾塊破布丟到柴堆 - 稀稀溜落落的雨聲 - 透過屋簷 - 散了屋頂 - 坎坷的命運 - 割書 - 哇 真的 - 割書是以部落為姓氏 - 是西部突厥的後裔的姓氏 - 割書葉的娘 - 是青龍女子 - 給他娶割書 - 隨他姓有可能是恩克的白志祺哥書 - 再來青龍長大 - 三三教九流 - 圓華世故的聖姓氏 - 相貌不錯 - 遺傳他母親 - 然後沒有看過他長相 - 發育不全 - 各頭嬌小 - 身材削弱 - 看起來像個女子 - 從小全門伶俐 - 逃好過他14歲之前 - 就是拉皮一條 - 斬下了不少銀子 - 逐下拉皮而變成長的行業 - 不知他何時看到居論葛的存在 - 找到接線頭 - 起初生起 - 然後其實想分一杯羹 - 然後殺人就是暴力 - 喔 殺人是很辛苦的耶 - 市井小明不會武功 - 然後很下心沒有做不到的 - 給他一個期限 - 時間內殺掉一個江湖二人 - 逃走 - 就給他一個機會 - 離開的時候就請加入居論葛 - 可怕 - 為達目的 - 不擇手段 - 哇靠 - 這好像那個誰啊 - 沒有 武功底子 - 為了讓他學習輕柔 - 輕柔私人遍野 - 然後就被染成仙紅 - 救下一個煙息的姑娘 - 然後安排那個 - 他一直想要你的歌書頁 - 無師之通翼龍樹 - 火候不夠開身是男性 - 順手多殺了兩人 - 嗜血的天性 - 皮拉皮條跟刺激 - 哇靠 - 比起追殺惡人 - 我更喜歡當個惡人 - 讓別人來頭疼 - 哇哟 這句話不錯 - 果然他成了巨人格的這個大麻煩 - 哇哟真的是蠻強的 - 哇靠 - 七天從地級到天級 - 我一個月都還沒有到天級 - 用一年的時間學得上成武學 - 更刀的 - 打開 - 然後專屬的代號 - 代號 - 可以介紹一個人的實力 - 也可以代表一個人的風格 - 他的代號就叫做狐狸 - 表示他奸詐狡猾 - 還想不想聽 - 說 - 哇靠 - 哇靠 - 這麼 - 哇 這麼那個 - 這麼急車 - 這樣 - 哇要等15分鐘 - 好啦 - 那等一下15分鐘 - 等15分鐘之後再回來吧 - 哇這個 - 這家我真的有夠小氣了 - OK - 那 - 目前的話 - 大概是走到這邊啦 - 等15分鐘繼續講話 - 然後 - 之後的話江哥會離隊 - 那到時候 - 江哥離隊的時候 - 就要把任務全部解完 - 要不然我們那個 - 沒有江哥的話 - 就有點麻煩這樣子 - 好 - 那個攻略寫得有點 - 比較簡陋一點啦 - 到時候再看看要怎麼那個 - 要怎麼跑 - 好 - 我們總要等這個傲嬌生氣完了 - 那他氣消之後 - 來看他打聽一下 - 算了 - 男兒因為內色不重視 - 然後有個事故 - 讓他損失慘重 - 居魂閣之後 - 老盟主退位 - 把他傳給他兒子 - 引發縱怒 - 抓開蒙古大會 - 以武升任 - 施殺七天 - 將鐵掌令 - 交給剩下最後一個人 - 正因為這個 - 施殺激烈 - 應該不是暗殺吧 - 新盟主 - 白面書生 - 神草討個公道 - 然後衣服紛紛倒戈 - 白面書生 - 喔呦 - 書生奪命劍嗎 - 引發官府 - 然後江湖小派 - 湊個熱鬧 - 被官府打個陣子 - 全軍覆沒 - 這個白面書生是誰 - 應該是狐狸假扮的吧 - 沒錯 - 真是狐狸 - 他特異昂的告訴公村血流 - 然後 - 六三門的通洩力 - 如雪片般的飛來 - 百平是 - 見 - 江閣主 - 幾番挑脫 - 還平息 - 惹了事的人 - 就是禍患 - 引發縱怒 - 直接驅逐名堂 - 表面不符 - 心裡暗懷鬼胎 - 哎呦 - 理念不合 - 拘魂格的維持平衡的理念 - 只是他為所有的藉口 - 哎呦 - 這個人很有做大事的天分 - 然後 - 實際上造成麻煩 - 野心很大 - 說實話他不是手裡的料 - 不會所有人心 - 嗯 - 他比較適合是 - 感覺是軍師的感覺 - 殘野 - 縮 - 然後 - 拔腿就跑 - 帶我過去看看 - 好 - 只是不可殺手 - 閣主不再保護我們了 - 那真一隻眼閉一隻眼 - 那結束之後 - 我們去十七之十六 - 呦 - 等一下哦 - 好 - 十七之十六 - 這裡 - 然後搜索 - 牆灰速速落下 - 發現任何環境中 - 陰暗的環境中的獵痕 - 難道是我多慮了 - 前期快泥 - 浮在上面 - 三個小字 - 石牆上的裂縫 - 手把牆上精巧 - 避開所有裂縫 - 喔唷 - 根本不會是那個 - 林山腳下 - 萬禍松鼓白龍出間餘獲 - 飛撲穿雲 - 山川不歸 - 寶地可觀全貌 - 落日細當照分 - 找到死人 - 找到死地 - 尋一個人 - 左轉第一個燈座 - 取出信物交與那人 - 唉唷 - 不錯 - 然後我們到 - 十八之十四 - 十八之十四 - 這裡 - 然後按搜索 - 搜索 - 哈拉一聲 - 然後按個 - 透出個 - 半月形的腰牌 - 就這個 - 這個我們要在 - 拍到這半月形的腰牌 - 然後我們到 - 成都九之十二 - 會觸發 - 到有時末 - 有時末 - 有時末的話 - 那就要那個 - 那就要睡到那個 - 有時 - 有時末 - 所以大概要等到 - 十分鐘的時候吧 - 然後會在 - 九之十二 - 觸發劇情 - 我們先到九之十二 - 好 - 此時正式 - 落日時分 - 夕陽西下 - 然後 - 解開了一半 - 林山腳下 - 並非指林山大窗 - 而是諧音 - 林山 - 所以是西林雪山 - 然後 - 山川不歸指的是 - 閩江 - 陀江 - 嘉林江 - 欸這以前地理科好像有學過 - 然後小屋子 - 喀茲 - 木森 - 然後有個老人 - 難道是殘陽叫我尋找的人嗎 - 來 - 看看是不是他叫我們找的人 - 然後 - 我們 - 欸 - 啊這個啊這個老人 - 不依老者 - 老朽多年未見生人 - 不知少俠所來何事 - 然後007 - 啊什麼東西 - 這次不是職業嗎 - 聚養閣的日子 - 啊他該不會是狐狸吧 - 對有所警惕 - 小智 - 老朽已脫離聚養閣多年 - 找我有何事 - 為何 - 非爺 - 非爺 - 來進屋細說 - 要進屋嗎 - 啊 - 啊 - 啊 - 進屋 - 莫不作聲 - 無知返常 - 指指老人 - 哎呦 - 這應該就是那個狐狸了吧 - 還有什麼疑言嗎 - 你就是狐狸 - 沒錯 - 你說呢 - 老朽只殺一人 - 你 - 要嘛他死 - 要嘛你死 - 來死我殺雞 - 日落之後做出選擇 - 啊 - 我還要做出選擇 - 我還要做出選擇 - 不必了 - 我們就直接攻擊他吧 - 沒有什麼好選擇 - 江哥是我的人 - 走 - 來PK - 掩天之術 - 不要怕 - 我們的無我地獄 - 打爆他 - 不痛不痛 - 好寒冰爵 - 揍他一下砍他一刀 - 然後 - 一金斷骨 - 來日方場 - 做好準備 - 尋這條狗命 - 好撤 - 傳出一個男人的歌聲 - 哇 - 天啊 - 通天道路999 - 真是殘養要找的人 - 喔原來這個才是殘養要找的人 - 笑天 - 封歸雲 - 觀察死人 - 頹廢 - 然後一旅滿山 - 小心打聽 - 毫無亂 - 腰牌 - 原來 - 喔原來這才是我們要找的人 - 所以這個腰牌是他的是不是 - 唉唷 笑天犬 - 還回去 - 封歸雲 - 送客 - 別來找我 - 追問 - 臭狐狸也想見我 - 居魂閣也想見我 - 但是我只想見一個人 - 你轉告他 - 何必欲碎 - 再無歸雲 - 唉唷 - 然後我們要回居魂閣 - 他不見我 - 我們回居魂閣 - 唉唷 - 來 - 我們的公孫 - 公孫雪柳 - 真是罕見 - 公孫雪柳怎麼在這邊 - 該不會這個又是假扮的吧 - 現在看到這些人都很恐怖 - 何必欲碎 - 在無歸雲 - 昆仑斷來 - 家人已是 - 死的沙達 - 當然是個殺手 - 怎麼會他該死 - 背信契義 - 抱歉 - 抱歉 - 與冥堂有關 - 我想加入冥堂嗎 - 唉唷 - 直接拔劍喔 - 一看就是假的喔 - 公孫堂主會和三番四十隊友出手 - 每一個死在我神奇的都是你這個人 - 這該不會又是狐狸吧 - 就讓你見識 - 真正的狂風劍法 - 半條啊 - 見娜罵勒 - 挖掌家都招不住 - 閃 閃 閃閃閃 好硬喔 來 狐蝦棍 反擊搓 搓搓 三個 斬斬斬 有 會痛 哇 反昔靈啊 哇 好痛喔 天啊 我要死了 來了 殘陽 他應該就是那個了吧 他應該就是狐狸了吧 小子扮得太像 失去了美感 算你來得及時 好撤 哇 痛啊 天啊 好 結束 那我們回拘魂閣 去找殘陽 哇 到處都是狐狸 我的天啊 好恐怖啊 欸 殘陽咧 好 這裡 來 沒什麼 找到他的道 哇 你這個堂主 很弱耶 沒有出手 如果引發他的破綻有個習慣 此局必勝的時候就會放鬆警惕 那邊他的習慣 人往往會成立成習慣 唉唷 這教牌還不錯喔 心脈已被我所傷 暫時不會再找麻煩 找到了沒 找到了 但是他鳥都不鳥我 狐狸 脫離 驅問閣之後找尋一個人 讓他藏身不老的東西 狐狸還在刷王陣 不可能 唉唷 這是他的計謀 聽我說 我騙到孤外大戰上紅 使出全力三掌 忽加暗算 所以破戰是他破的 哇 很猛耶 這個傢伙 把劇論閣一個人就搞得快死掉了 帶上我 來 讓我來幫你們 萬無一失 好 來來來來 我們的那個 我們姜哥要來加入我們的嗎 石門打開 來 什麼考驗 來自明堂的考驗 好 姜哥 姜哥回來了 好 我們來接受來自明堂的考驗 所以目前的話 應該是到這個 是21-15 接受明堂的考驗 好 我們來接受明堂的考驗 來 只有真正被明堂任何殺手 才能有個專屬的代號 來來 我來看我的代號是什麼 議程也是 沒有妙技 沒有謀略 只有死地來拘魂格 都是在明堂眼皮底下 不要投機取巧 來吧 好 我們去明堂接受我們最後的考驗 黑暗房 吸收一切光明 全部消失 哎呦 什麼意思 明堂的三個房間 哇靠 好 那我們剛在明死打完三個之後 那目前我們考驗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要去雙龍陣找我們的狐狸 所以要把我們的那個天賦再繼續往下做 大概做完之後就可以升級我們 終極版的姜哥 來 我們要去找我們的代號狐狸 在我們十六之七 十六之十七是不是 欸 十六之十七這邊 然後打聽 然後我們的懷疑 少俠盯著我幹什麼 來 做生意 拷問 請問蠟燭一個多少錢 十文錢 唉呦 鐵銷多少錢 鐵銷一百文錢 唉呦 這種聰明 你 你要做什麼 扣除你的手腕 然後翻手一拍 唉呦 這傢伙嗎 跑掉了 唉呦 做什麼狐狸濃烟士騎 唉呦 還不錯嘛 我們拆穿人家了 然後狐狸吃了大虧 不知道情況如何 呃 正直 風中 呃 霧中風騎 然後氣流湧上 然後狂亂示意 素 喔 素食道刀刃 哇靠 幾個呼吸聲 一個人影 緩步走來 是狐狸嗎 欸 不是是姜哥 然後如影子一般看著我 兩個姜逸城 一模一樣的姜逸城 哇 這狐狸好強喔 天哪 那我們是要學哪一個呢 呃 呃 先試探第一個 冷靜 一定要冷靜 好 南面 找出哪個姜逸城 哇靠 我怎麼知道是哪個姜逸城 要 欸 他們 等一下我看一下攻略喔 他說先試探第二個 然後再試探第一個 再試探第二個 好 那我們先試探第二個 給 給什麼東西 蛤 給 給什麼 我 姜哥 姜 姜哥要給什麼 喔 試探這個 信我 然後 回憶相似 十公村堂主 他帶我來見你 然後 五感禁師 很痛苦 一起回拘婚閣好嗎 沈默一下 來 試探這個 沈默寡言 乃是談一下喔 讀訪你迎前一起任務 還有什麼 聽海聽饕明月山 呃 這是第二個 好 先不摘 然後 再回到 第一 再回去試探第一個 好 撕破 詭計了 行屍走肉 有什麼意義呢 哇 好猛喔 這個狐狸 這蝦子還有用處 至於你 沒有用 哇靠 昏了 好 我們醒來 在一個陌生的閣樓裡 然後有了 我們公社學的夜行一 這應該是他的那個 一個球 哎呦 這應該是他的那個 居所吧 角兔有山窟 這應該是他的那個 休想 哇 他真的好猛喔 他都可以 到處學任何人 天啊 他這個才能真的是 非常適合當殺手 哎 居蚊閣 那個沒有保 他真的太可惜了 姿子都不錯 昏仁山有大用 這個地方荒郊野裡 難免會出現岔子 那些手段 啊 就這樣走了 好 那我們要去 要怎麼出去 來看一下喔 3.4 然後要開窗 好 我們去開窗 3.4 然後開窗 那我們就 直接正開好了 哇靠 玩好無損 哇靠 我還是拿鐵橋挖 好啦 一點點慢慢挖 看沒辦法挖 有 挖開 然後我們就 爬出去 這是哪裡啊 啊 這是化山啊 欸不行了 快要 啊 我們要到 八隻 八隻十三 八隻十三 氣力耗盡無法 沒走 側頭 有個妄想聲音 一抹身影 趕死他們 好 我在這邊 欸 蘇煉雪 唉唷 田哥也在這邊 好 等一下等一下 他在伴我們 黃雪他幾身 或是狐狸相當忌憚 不能退後一步 這狗蠻回事借來的 你怎麼換了衣服 來來 唉唷 沒事沒事 先回去問閣吧 唉唷唉唷唉唷 被拆穿囉 被拆穿囉 我們趕快 我們趕快去救援 跳上一場是 江哥 他已經發現我前來支援 好 我們那個 欸 那條死狗又來壞事 點住我的穴道 蛤 我們怎麼那麼爛啊 蛤 我們怎麼那麼爛啊 幹 又昏了 HOT 哇 我們跑到巨溫閣去了 總算是醒了 哇操 狐狸呢 他不敢進來 真的有夠嗆的 哇 琵琶上的鐵骨 手骨也很好 皮外傷 這樣也少說話 好 你們聊 好 你們聊 接過完 喝下去 啊 我們主角怎麼那麼兩光啊 天啊 那狐狸也太強了吧 感覺比那個天衣教主還強 啊 五道巔峰 死道 什麼叫死道 跨越生死 哇靠 你跟索隆是不是一樣的啊 凝死 死者不凝 好啦 我們去成都 找我們那個 風歸 風歸雲 這什麼 折是什麼 哇 紫人不小心骨折了 我要半個小時 負九十九趴 欸 那我吃那個勒 九轉單勒 這樣可以嗎 喔 不行勒 天啊 哇靠 半個小時不能 半個小時不能做事情勒 哇靠 喔 好硬的任務喔 好啦 我們去 欸 等一下 我們去神都 找我們的那個 風歸雲 九之十二 九之十二 找我們的風歸雲在哪裡啊 天啊 喔 這裡這裡這裡 東倒西歪 喔 它就拉笑天犬 然後 跟著笑天犬 喔 在這裡這裡這裡 走 我們跟著笑天犬走 欸 狗咧 欸 狗咧 25之13 喔 這裡這裡這裡 然後再來是 25之29 隨時往下 然後再來是 4之24 來 欸 狗狗咧 欸 四之24 欸唷 不對喔 這是在那個外面喔 所以我們要用跳子跳過去 好 怎麼了 庭中有藝人 有個黑袍 木束 風龜雲跟他背景似乘相似 趴下 有沒有劍子喔 前輩 快起來 你的狐狸 好硬喔這個任務 哇 風龜雲 來了 四人都說 林山腳下 神仙眷屢 眷屢個屁啊 老子我救了你 趕快把我把這個骨折的狀態給弄回來 啊 風龜雲落水 落水 我們要去救人 幹 啊 只能跳到河東救人了 好 去吧 酒醒了不少 風龜雲起來 含毒酒這麼好喝嗎 這該不會是那個令狐衝的翻版吧 師徒 啊 他是公尊學友的那個啊 師父啊 然後牙袋多久一兩三年 唉唷 哇喔 我看他是高手欸 跟那個 會不會高手都姓風啊 風輕娘 很喜歡叫他妹妹 我的天 身手 我來融化了 哇 自古多情郎 師父 狐狸為他一起失去害死 能不能殺害死的師娘 將 別禮 莫要再勸 哇靠 欸 沒有樹莊 好啦 星姐 還只有星姐 是剛才那個女子嗎 師父跟師娘在任務都認識 師娘是明堂 喔唷 好猛喔 這是那個工作上的那個 辦公室練習吧 巨文革的規定 凡是殺手都不能照彼此身份 以相耗代稱 然後一對夫妻 清新鶴立 然後相行星 然後一起搭檔在一起 然後 任務越大 一人一塊 半月行腰牌 然後 四人去昆倫 師父 師娘 狐狸殘養 然後 閉有口不開 師人差點回不來 然後 這個禁地 由於 狐狸草衰的行為 讓師娘重傷 回數不多 希望醫治回到程度 陪他過段日子 是醫治消沈還是巨文革的人 多為一條規定 殺手不能搭檔 然後 兩張運行動 裡面隨著他 所以 要找一成跟你來 好 隨著他 去找封閨雲的房子 我靠還在 好 回到我們那個 封閨雲的房子 師娘買下來的 新婚 唉唷 風水還不錯啊 好 下去吧 有個地洞欸 天哪 不會害我吧 來 轉下地下室 這是啥玩意兒啊 寒冰關 哇 自己搞個寒冰關 這是什麼 這是 將閣主轉給你了 張了我的手 九 九轉還魂丹 幹 這假的 九轉還魂丹 臉色大便 哇 九轉還魂丹為一堆 來 拿去 天下無二丹藥 請指一顆 由那個 肉肉白骨 天下無解 寒毒喔 你找那個張 張三豐啊 張三豐可以解那個 九陰白骨爪 你又何必執著 那這樣就足夠了 一杯黃土 好 靠近冰關來檢視這個女子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檢視這個女子 天哪 靠近冰關檢視這個女子 靠近冰關檢視這個女子 我靠 這也太困難了吧 來 師父的執念 倘若你要讓她 你吃娘 胡說才活著 來 我有一個問題 他就是 江別離的養子 江一成吧 江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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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任何代價 一定要救他 寒冰關 定峰珠 同一類人 指尖發力 幹好猛喔 哇 之前都神經病是不是 巨龍格人都神經病 死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就心裡死了 好好活著 竟然都督活了 十年生死有命 三天啊 江別離啊 江別離 哇 這群瘋子 找到我應該就入六扇門了 感覺巨人格這些人真的是怪怪的 好 我們痛苦萬分 給他一個做決定的時間 要等十五分鐘 好 我們等他一下 等十五分鐘 好 風過雲總算十五分鐘已經想完了 來 我們去問他 明月 到地下來一探 欸 對啊 他在地下室 喔 要在哪 微弱的燭火 走過去 打開 不要碰他 雲哥 啊 復活了 幹 這來了 蛤 九轉黃雲丹這麼強 哇 這是睡美人是不是 哇靠 真的假的 十年可以復活 是不是做了什麼 九轉黃雲丹寒獨一節 只有三天壽命 喔 他是 他等於是保存他的那個 最後的壽命啊 然後把他叫起來 但是 只有三天的時間 哇 要拼 哇 十三天欸 好啦 攔不攔我 今生能與你 在座三日夫妻 我已心滿意足 哇 昆明月跟風歸雲 雲河月 哇 好猛喔 天哪 來 看看公孫雪柳 來 看看公孫雪柳 少俠 我也知道四釀依己 本想七針賣法 都偷不開神 待會告一四釀依己 有點可惜 珍惜三日時光也行 隨行兩顆定風珠來自昆仑 所以 或許一城之極昆仑可解 若有機緣請務必前往 好 我們去昆仑 好 那我們來見證他們的三日之約 來看一下 沒想到我們還能再見面 然後 契機 三日後 我定會將定風珠跟昆仑秘密告訴你 向我一次 三日後你可隨我夫妻同行 好 走 我們去昆仑 最後的昆仑山 三日後 陪伴他 最初曹他盛開 去了大雪山 一起白頭 為他做了一頓飯 飯焦了 菜卻沒放鹽 但他吃得很開心 哇 泉桌的海邊 哇 煙雨江湖每一段都是悲傷的故事 天啊 兩人吃的東西 三天就好像一輩子 啥不啥 時間都是偷來的 能游泳三天已經很長了 是啊 你說得對 來 定風珠是我的 不要急 都告訴你昆仑山的來歷 千年前 昆仑山是上古文明的源頭 俗稱萬山之主 然後 昆仑的西王母 然後上面有 有靈鳥 有些寶藏 然後沒有什麼靈鳥 來 穿越學到個冰火谷 冰火谷 然後鬼斧神通 裡面有個失落的秘笈 是一個冥堂的前面 他有跟我們講的 冥有之際告訴我們這四個 然後奉命來到 尋到秘笈 其他個金河的功法 刷到這功法 被仇人 被仇人折磨的 無感盡絲 然後掉到冰火谷 活了下來 意想不到事情 喝了冰水 抓抓雨 這十幾年 看好猛喔 這樣都可以活下來 然後 直創了一套武功 內外兼修 有個極大的弊端 此人 越練會越像死亡 猶如鳳 鳳凰涅槃重生 此人 就是冥堂的殺手前輩 然後跟他繞著到冥寒的花海 然後打開冰火谷的入口 然後 好不惜是賣 定封珠是開啟冰火谷的鑰匙 也是他練功的關鍵 所以 定封珠是放在冥月的口中 能保他不死 喔 所以他把 給我了他就整了 來 一成 原來如此 好 但是我們離開了 你我 你說呢 哇 真的假的 你們兩個 哇 神仙眷侶 王命鴛鴦天啊 好猛喔 好 我們去前往昆仑 去尋找 雪嶺民工的入口 哇 真是超那個鬼吹燈吧 是不是 雪嶺民工 好啦 最後啦 那個 開燈 然後我們去 找我們的 雪嶺民工的入口 哇 鳳桂雲跟他老婆 真的是不錯 煙雨的故事幾乎沒有什麼 善終的嘛 我的天啊 這個編劇真的是不太行 那個要不要編一下 比較開心一點的故事 哇 這個 策劃寫這個劇情的時候 好像都是悲傷的劇情比較多 走 我們去昆仑 十九至二十八 哇 真的是個很悲傷的故事 風雨月 十九至二十八 呦 行到此處風雪見大 到士林台上面 走 到士林台 雨消止 想打聽什麼 寒暄一下吧 失禮失禮 在看什麼 有點可惜 說來聽聽 哇 好貴啊 八十兩 你這 你這騙人的傢伙 有一條冰瀑布 你看他又有 美不生收 好 看有奇景說奇怪不奇怪 確實奇怪 冰壁上怎麼會有人有那五箭呢 所以他應該是那個 明 明堂的高手吧 尋找那個 欸 尋找秘洞 等一下看一下喔 十九至二十四 往下跳一格 哇靠 跳一格 跳 然後 下去吧 唉唷 來了 七星岩 好 我們跳七星岩 然後我們要到十之五這邊 我們來關杯 好 我們來關 關杯 十之五 要關職他的背面嗎 是不是 換來高劍 武劍 取劍 第一點劍 然後關他正面走 演練劍法 點 噗 唉唷好快喔 等一下喔 再來是 刺掛結 掩飾 掩飾的劍法 噢 有個泥 走 進入 我們的雪嶺 迷宮 七星岩上面有個石頭 哇靠 哇塞 天哪 然後這是 迷宮的走法 那我們就 慢慢走好了 好 我們昨天從 零零走到 五十之五十四了 那 這個走法 唉 真的是參考啦 這個走法顯得非常的簡陋 呃 還是以 最主要是從 我們的那個 左上方 應該說 從最上面然後走到最下面 等於說 是從東南西北 所以 從最上面走 想辦法一直走到最上面 那 走法的話一般都是往 右下這邊走 右下這邊走 然後慢慢這樣走過來就可以走到 好 他那個 迷宮的走法 攻略上面顯得有點簡陋啦 這個 照他這個走法走不出來 OK 那我們 欸 看我還想存檔 來喔 通過了迷宮 我們去冰谷的深處 那 冰谷的深處之後 來 前往深處之後 要搭船到湖中間 冰火谷 哇 湖泊 好遠喔 天啊 半人高的屍體 推測身份是屈倫格的殺手 這是在幹什麼的 這一定是狐狸做的 沒錯 然後 我們整個任務就是 有古怪 哇 好猛喔 這邊還不給運功耶 來來來 穿到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到弧心這回事 可不可以我們要開船吧 哇 又受 又受心傷 哇 此船以鮮血為食 天啊 呃 堅持自己划船會重傷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有九轉 那個 九轉回魂單 OK的 唉呀 受重傷了 不要怕 我們什麼不多 九轉回魂單最多了 好 直接滿血復活 走 呃 蓮花座 然後消失的霧氣 哪裡不對勁嗎 你的眼睛能看到 我欺騙了你 D6感也消失 完全不知道能說什麼 是不是 幹真的假的 所以那五勝丸是假的嗎 啦啦啦啦啦啦 活著 什麼變數 就是你 倘若你很遲對你都不敏感 那江一層永遠都是江一層 你還記得一開始救恩格任務結束那個雲霧嗎 那個白霧其實並不存在 或者說別人看不到白霧 但是只有你看到 從那天起 你的一個心魔在逐天中誕生 你的潛意是告訴你 能感知到身邊多一個人 那就是我 你開始變得多疑謹慎 然後抱著戒心 然後雖然只留下我 所以你要 在救恩格同僚下手 所以那些被殺的救恩格套 都是我殺的 我是摘獲的根源 那狗屁啦 也是我殺的 那...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一條人要首先指的是你 你真的相信他那道說詞嗎 幹這假的 公村雪柳 殘陽明史他們提防的是誰 所謂的狐狸是真有其人嗎 還是人話幻影 他們會讓你相信 幹這是那個嗎 這是那個 隔離島的劇情嗎 你見過公村雪柳的臉嗎 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嗎 最初的不依老人 就是說 否則怎麼可以那麼巧 還有哭訴的那一場 不過就是公村雪柳跟那場 唱那個雙黃 只有你們傻子被蒙在鼓裡 那個... 雜貨鋪 演現 風吹羊 真的假的 哇 蛤蜊島的劇情耶 好猛喔 這地方是用來長緬的 宜舟用來關押你的牢籠 你知道每開大船都需要一個人的鮮血 方才來的時候你用的血了 簡扁我們兩個 你到底是誰 你知道的我是誰 如果你想繼續用江一城的身份 那就是最後一次 這是真的假的啊 還是他是那個騙人的 曼蘇沙華 彼岸之花 這是彼岸花嗎 你可知我會知道到處的真相嗎 因為你也是個可憐人 這應該是心魔吧 這應該不可能是真的吧 你想要離開這裡嗎 呃 好 具有個產生威脅 他該不會是那個吧 一隻狐狸 所見的便是心魔 定封注視開啟 失魂台的殺手 斬斷我們的心魔 所以我們要 欸 要跳 跳上去是不是 呃 跳到十三之十三 欸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狐狸 江一城 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上來了 失魂台 然後 強強我們地獄豐豬 呃 一個短餅 靶劍 時鐘劍 我以為那是他拔出一小劍 再加打力氣 再拔 劍餅連動 原來他一鼓作氣 把後面的劍拔出來 我們就是亞瑟王 我們是時鐘劍 喔呦 沉入海底 恢復寧靜 破除幻象 是否為真實之幻 好啦 離開 來囉 無理 江一城 做出決定吧 對準哪個人 把劍刺我們的姜哥 你想好了 確定要是我 就是你 你應該是假象吧 怎麼可能 一瞬間將一城 狐狸的臉開 變成很熟悉的模樣 你 怎麼認得出來的 因為宣老和你不一樣 哎呦 這些花會常產生幻覺 喔 這是比岸花啦 江氣 然後 破除幻象 說話的將一城 不動 然後 無所不能 信我 不可能 我到底哪裡不像的 你 太怕死了 不適合做殺手 哇 這個 當頭棒喝啊 殺手 我本來就不想做殺手 我曾以為 活著都不容易嗎 死皮賴臉的活著 我就得報答他 行屍走肉 當個殺手 多帥氣啊 那個墊腳屍 你說我怕死 那死來就我怕死 一個 兩個 七八十個 全部砍光光 有一天 走得更緊了 哇 真的是 這 就是我的死期了 他 也不配做個殺手 所以我開始怕死了 那我加入明堂事情有短期 明堂有很多秘密 每個人都有很多秘密 然後 永生 就是今世五道的巔峰 求死之道 哇 居魂閣的名稱是這樣來的啊 得天獨厚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體現有本人 用心 用心才能做出好料理 我不想死 帶我離開 求求你們 哇 五感好比雙刃劍 唯有自己 好啦 終於死啦 狐狸真的是不容易 活著 這個突破是狐狸到死都無法理解的 哇 死到 走 離開此地 然後 發現瀑布之坦 雪凍結 好 哇 好猛喔 好 死了 你 眾說紛紛 然後不可考 所以要心中這兩人 敢問仙人名號 好啦 出來啦 昆仑山 哇 天賦提升 然後 月曆加五千 好 OK 解完了 我們的 江哥來看一下 我們江哥的那個 天賦 來 五絕起命 三接 然後 25%隱膩 然後降低25%的傷害 然後下一次再50% 好這就是我們完整版的將階 我們的舞爵其命 這一整個劇情真的是很不錯 就是從我們一開始的那個狐狸 然後對我們巨倫閣整個大受一個重創 然後之後開始狐狸開始到處釋散 然後我們開始去追討一個那個 劇情然後再來是 風雨月的那個兩夫妻的那個 恩愛故事 然後之後就是剛剛的那個心魔 彼岸花好這個劇情真的很不錯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是巨倫閣的玩家的話 你有練姜哥的話真的要可以拿一下 姜哥的那個天賦真的是還蠻強的 三階天賦來說應該就是 完整版的啦有隱匿 有傷降傷然後有免傷 然後又有那個增傷這樣子 很不錯OK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這次的姜哥的一個那個 武爵其命的三階天賦的 任務的劇情好 那介紹完美術請來支持一下 我的懸牢感恩收看下次見 各位再見